市長你好,這邊想請問一下為什麼會在卸任前不到三個月來發佈這樣的政策 以及說之前其實黃富發佈的前瞻教育政策就是有被綠營指控說是來抄襲市府的白皮書 那現在就是感覺有些內容其實是一模一樣,那會不會擔心又被藍綠來大做文章 那其實政策是連續性 這個任何一個政策推出都不是想一天兩天 這是早就有長期規劃,所以這個整個計畫,那個公共化要達到70% 然後要再降低這個公共化跟私利用資源的差距 這是好幾年來在推動,所以這只是一個政策的延續 市長想請教一下怎麼看說賴副總統他之前講說台北市疫情的起點 那你昨天有預言說他可能在12小時之內就會道歉 但他現在都還沒有道歉 通常遇到這種,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多嚴重的事也不是什麼惡意 就是說有時候講話不小心被抓到語病 其實是這樣,處理這種危機三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道歉了事 第二個就是 不然就不吭聲 就撐過去 也許撐一段時間 第三個就是反擊 就是開始發動側意 就是斷章取義 就是這個抹黑 反擊 有三種戰術 是這樣 因為我印象中賴清德是比較 比較溫和的人 本來依據他會說就算了,道歉了事就過了 不過我發現他現在是人在江湖 好像他也不太能夠按照他自己想的方法去做 下一題台視頻 市長還是想繼續追問一下 因為今天蘇生昌跟陳中被問到的時候 他們都說疫情源頭是來自武漢 至於破口還要再查 外交認為說他們是在跟賴清德做邪格 你怎麼看 第一點 這典型的抗中保台戰略 全世界人家WHO都有規定說不要叫武漢會員 因為這個WHO還明文規定 所以他的證明在中文叫新冠肺炎 在英文叫COVID-19 所以你看看他們萬變不離其中 只要挨打遇到困難 馬上就 就只有這一招 把它做到武漢肺炎 一樣嘛 武漢肺炎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掉到台灣 好啦好啦 我看這就是 我倒覺得 講錯就講錯就 打了一招就好了 好下一個 奇怪什麼鬼勝 好年代一電視 思琦 你好市長 現在有一個粉磚他傳言 柯市長這邊有下令蔡壁如委員 別再插手高宏安委員的事情 然後形容他是失寵 有這件事情嗎 還是說選戰道的粉磚又在放消息 還是說高宏安現在在黨內的一個地位 真的比蔡壁如高了嗎 第一點我常常 第一點我們需要去回應每一個網路上的消息 不用 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因為當時蔡壁如是要選戰小組 那負責全台灣 那我的方法就是 有確定的站區就切出去 那新竹縣市歸高宏安直接指揮就切出去 那哪裡歸誰指揮 剩下還沒有的就蔡壁如負責 要這麼簡單 那怎麼寫成這樣 好像那裡面黨內鬥爭什麼的 想太鬥了 最後一題 好 宜軒 市長這邊想再追問一下 就是因為您今天提到是有說 要把義務教育納到五歲 可是那時候陳時中他是有提到說 其實義務教育這個算是中央的權責 不是北市府這邊可以做的 那您這邊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要回答 這樣齁 因為就教育的制度來講 當然是由中央來立法 透過法律是最好 尤其是義務教育 他除了學費之外 很重要是他有強迫性 強迫入學 那但是呢 中央如果沒有立法 我們從 我們就就地方制度法 跟教育基本法 我們台北市自己來定單行的自治條例 是可以來做的 所以我做這樣的說明 其實中央教育也是台北先走 中央我還沒有看到一個很明確的行政表 所以這樣啦 這也沒有什麼 就是說 其實中央應該是要最低底線 全國一定要遵守 像台北也許他 他比較注重教育 我們有些 我們也先走 所以半括台北市的智慧教育 或是雙語教育都走在全國前面 東森新聞最後一題 市長還想要請教一下 怎麼看吳子佳他之前是爆料 沈慧紅有找你來求官 那昨天沈慧紅是駁斥帳的說法 還說要提告 那當初到底有沒有出現這樣的事情 選舉喔 不要選到最後大家都不能當朋友 你知道 這個 因為那天喔 第一點喔 這個事實的真相是 我回去真的 是2021年的1月3號 在市長市 我跟黃珊珊見過沈慧紅 OK 那你看看喔 這麼久了 沈慧紅參選到現在 我跟黃珊珊兩個也沒有講什麼 是老柯自己出來講 出來爆料 那你常常這樣 你丟一個鵝出來 鯊魚就會回上來 鯊魚就會開始會查 那你說 那你們只有三個人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喔 不免你這樣喔 我們外面有隨行隨附 行程小組司機 時間久了很難說 消息不出去 有時候我們也會跟朋友聊天會講到 但是我要跟你講喔 如果老柯沒有講 我跟黃珊珊兩個 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拿到檯面上 那 是禮拜六是不是 我那時候還在上廁所 突然接到黃偉岸的電話 他說我求證說你們什麼時候見面 我跟他回答說今年年初 後來問黃珊珊她也覺得是今年年初 後來晚上回家 因為我們跑行程也沒有時間查 晚上回到家去查那個行事例 才知道不是今年是去年 故事就只有這樣 第一點當時她來她也還沒選舉 大家也都認識 所以你說你們講什麼 講太多了什麼都有 你說人家問我說 到底討論哪些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人家的隱私權 他沒有講我要講什麼 所以結論就是 有見過面 就這樣 沒有啦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肌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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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